其实朝鲜抓捕和处罚美国公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裴俊浩被捕的经过 以及近年来朝鲜扣留美国公民的情况 据朝中社报道 2012年11月3号 美国公民裴俊浩以旅游为目的进入朝鲜罗仙市 因犯下反朝敌对罪行而被朝鲜的有关机构扣留 但报道没有说明反朝敌对罪行的具体内容 也没有公布相关证据 美国媒体报道称裴俊浩在韩国出生 住在美国华盛顿州 此前曾多次进入朝鲜 纽约时报称 朝鲜方面在裴俊浩的电脑里发现有关朝鲜的敏感信息后将其扣留 12月11号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表示 美方已经注意到此事 将一切以美国公民的权利为重 2013年1月 美国新墨西哥州前州长比尔理查森等人 以私人名义前往朝鲜访问 并向朝方提出建议 善待被扣押的裴俊浩 但他没有说明朝鲜方面是否同意他的要求 美国白宫随后批评理查森的朝鲜之行缺乏考虑不合时宜 2009年4月初 朝鲜就曾以非法入境和从事敌视活动为由 扣留了两名美国女记者并判刑 当年8月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朝 并与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会晤 会晤后 金正日决定对这两名记者予以特赦 2010年11月朝鲜以涉嫌在朝鲜进行反朝行为为由 对美国公民全永珠进行扣留调查 随后 在美国国务院负责朝鲜人权事务的特别代表 罗伯特金 以及美国前总统卡特等人的斡旋下 全永珠于2011年5月获释 对美国公民全永珠